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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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来到了一个好可爱的部落 可是我没看到什么人耶 我要怎样可以问到这个 用拳头来解决事情的我啊 那边有一群好可爱的小朋友在唱歌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来到一个小朋友在一起 我先来到一个小朋友 那我先来到一个小朋友 我先来到一个小朋友 老师好 老师好 你才是老师吧 你现在来到一个小朋友 我来到一个小朋友 你来到一个小朋友 诶 老师 请问您讲的是哪一族族语 台湾族 哦 我都听不懂 我虽然听不懂 可是因為我剛剛遠遠的走過來 我就聽到這些小朋友唱歌 很好聽 是天籟的聲音耶 所以原住民的小朋友都是一樣的 從小開始練母語的歌 童謠啊 鼓謠都有 台灣族的族語我還認真沒有接觸過耶 老師有沒有比較簡單的 你可以稍微教我一下 祖書的話就 一就是一打 一打 Rosa Jero Spat Spat Lima Lima Anem Anem Pichu Aro Siva Taporo Taporo 都數到10了 我 我忘了 好 一打 Rosa Jero Lima Spat L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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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t Anem Pichu L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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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小朋友很棒耶 這個族語的延續我想是可以放心啦 但是呢 藍老師跟我說 部落的孩子現在接觸國語居多 就連大人也幾乎不講族語了 也因為這樣 藍老師就擔起了民族教育的重責大任 藍老師 藍老師你本身就是歌唱老師嗎 我是部落歌手 部落歌手 那我等一下想跟他們學一個比較簡單 然後 他們現在都是唱童瑤的 童瑤嗎 那我想童瑤應該我OK吧 歌唱 歌唱 意思是 好 開始 你是我在一下 剛剛是在介紹我們的 手啊 腳啊 肚子 怎麼叫名字對不對 這個歌是 伍伍在織布 在織布 然後有那個舊滾到伍伍那邊 原來那個舊裡面有蜜蜂窩 然後伍伍被釘在大腿 然後鬆鬆鬆到肚子 那個歌就是這樣子 所以等於就是很多的這個 鼓搖裡面的東西 其實就是原住民我們的生活中的東西 對 老師你在教他們的時候會有什麼 辛苦嗎 不會 因為小朋友學學能力很強 可是他們學了這些東西之後 會回到家裡面 會跟著爸爸媽媽一起唱嗎 會嗎 會嗎 會不會 他們說他們在家裡會哼 會唱 這樣現在五十歲六十歲的中年人不會 結果反而變成這麼年輕的會 這些阿公阿嬤會的東西 現在八十歲的人才聽得懂 這個很感人耶 你想想看喔 爸爸媽媽都已經斷層了 他們不會這件事情 但是這些小小朋友居然會 然後他們就可以再教他們的爸爸媽媽 然後就把這一個斷層這樣子連接起來了 有人可以用竹語跟老師聊天的有沒有 阿嬤 阿嬤 好可愛喔 在我前面 他是中小都沒有聽國語過 到學校才會聽國語 所以 你是他的外公 對 喔 所以 他會講竹語是你教他的 不是 你可以用竹語跟我說你好 然後 你好漂亮 是美 你很漂亮 那些學校要怎麼講 比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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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小朋友的學習能力真的超強的耶 藉由生動的童謠教學 更是吸引孩子學習俗語跟傳統文化的好方法喔 有著傳承使命的蘭老師 除了教學以及擔任部落歌手 他也發過好多張專輯耶 還有還有喔 打從年輕的時候 他就愛跟部落的長輩打交道 因此學了很多老人家才會的事物 現在呢 經營自己的工作室 他就能做一些主理傳統技法的手工藝 欸 老師 你還有在做班名喔 你好斜槓耶 我是不是已經可以成為半個排灣族人了 希望可以 很勉強 但是老師你怎麼這麼有閒情意志 現在在這邊要插花是不是 做花板 那是我現在前面有這麼多不同的花 你要挑你喜歡的 我可以選的 可以選的 唉唷 既然這樣 我這麼的低調奢華 那我就來挑的 因為百合是小姐的 喔 那我可以橘色的嗎 這兩個混起來 混起來喔 喔 百合是小姐 那玫瑰花呢 玫瑰 就是中年人 小姐 大家認識選小姐 這叫給貴族 貴族是可以有這個果實 頭目的話 叫做檳榔花 頭目的花環 不是隨便去帶 不是隨便可以帶 比如啦 喔 你這個是頭目 要結婚的 要放棄色的 才可以穿那個 檳榔花 喔 所以不是說 看到什麼喜歡 就可以做的 對 小姐要做花圈 那我就媽媽 對 你就這樣子剪 好啦 我就這樣 你交給我的 好 反正就是每一個 就剪到剩下一點點的 真的 好 好 媽 你帶上去之後 我有一種 我就是一個 帶出駕駛 老師你要幹什麼 老師對於 這些很重要的作品 一點都是不馬虎的 老師你說這個是 漂亮的小姐帶的百合 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你這是貴族的 貴族的 剛剛有一種被加冕的感覺 但是 玩歸玩 然後也了解到了 很多這些排灣族的 漂亮的 這是傳統記憶之後 其實老師我有一個 一個任務 我要找一個人 他是用拳頭來解決 所有事情的人 而且他還因為呢 非常快狠準 被稱為王 老師你可以給我一點線 喝水 喝水 也家 喝水 是勇士歌 谢谢老师 我从你的歌声中感受到了祖灵的知音 循着歌声 我遇见了一群可爱 穿接着祖宇的孩子 也认识了多才多艺的蓝老师 更是得到一条勇士的线索 我想继续在部落里绕绕 或许还可以得到一些祖灵的指引哦